本期视频参考了十多本书 我按照个人的理解 同时间线上梳理了日本绘画史上 最著名的一些画家及其代表作 因为我要推荐有名的画家及其对应作品 所以我就从日本的四清时代开始 一直介绍到名字为新之后 那么四清时代及期之前 主要是一些佛教壁画和绘卷 作者们大部分都是活雷锋 年代久远 已经不知道是谁画的了 还有一部分只知道收藏者 不知道作者的画作 最出名的应该是佐祖本的 三十六歌仙绘卷 三十六歌仙是指平安时代 中期的和歌诗人 相当于咱们这个时代 三十六位顶尖音乐创作人 由于画家他就画了他们 这个画中的书法是假名书法 也是汉字书法传到日本以后 形成的一种特色书法 你可以把它看成类似于草书的一种存在 这套图后来被传到 前九宝田领主佐祖手中 因此被称之为佐祖本 说起四清时代的绘画 那不得不聊寿爷派 他们是日本最大的绘画流派 也是日本最著名的一个宗族画派 其画风在十五到十九世纪之间发展起来 长达七代历时两百余年 祖祖辈辈七代人都在画画 古今中外仅此一家 也是整个世界艺术史上的某种奇迹了 他们两百多年来 一直在深入学习和传播中国绘画 深受中国宋元时期的绘画影响 这个家族的第一个代表应当是寿野元姓 他画了很多和谈宗相关的绘画 是谈宗铁粉 他的绘画技法深受南宋时期 礼堂和马远的俯辟村影响 你们可以看看这个笔法 不能说十分相似 只能说几乎一样 还有这构图和下规下半边的画法很像的 也就是画面中一半的位置 几乎全是留白 考虑到这个视频是给很多小白来做科普的 所以还是补充说明一下 马远和下规 他们俩在国画史上人腾满一脚下半边 就是他们画画史不会把整个画面画满 只在角落或者下半部分作画 大量留白 他们是让国画留白这种激发和审美趣味 成为主流的缔造者 按照寿野元姓自己的说法 他最喜欢的中国大师就是下规 还有两个是法堂和玉坚 下规在中国赫赫有名 学国画的无人不知 后面两个名气就差很多了 很正常 文化传播就是有这样奇特的魅力 一些在本土不出名的画家到了海外 反而拥有巨大的声望 这个事情告诉我们 总有那么一群人会欣赏你的绘画 不在这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 不在这个时代就在另外一个时代 元姓有一个爱好 就是培养自己的孩子绘画 他养的第一个小号是松荣直信 这是他的儿子 孜孜不行 第一次玩养成游戏嘛 养废了 于是立马开了第二个小号 是松荣直信的儿子 兽爷永德 也是本期视频出场的第二个著名艺术家 很早的时候就才华很易了 因此元姓曾经断言 以后兽爷派的命运就要看永德的发展了 这意思就是我彻底放弃你罢了 咱们家就靠你了 兽爷永德最著名的代表作就是落中落外图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日本的清明上河图 不过这个图是画在屏风上的 由此你们也看到了永德绘画的特点 那就是一个字 贵 里面的银全都是用金器画的 真正字面意义上的金币辉煌 这张图呢 有左右两个屏风 他们现在都藏于米泽市上山博物馆 清明上河图像是无人机低空飞行拍摄的场景 而这张图更像是无人机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俯拍的效果 这么大手笔的绘画在日本史无前例 很霸气 于是永德被一个很霸气的男人 知田信长所赏时 这幅落中落外图也被送给了另外一位霸气的男人 上山先讯 这就是为什么这幅画藏在上山博物馆的人 如果你玩游戏泰格丽字传或者信长的野望 你就知道 这两位可能是战国时代最具有权势和地位的人了 之后永德成为了知田信长和风尘秀奇的御用画家 为这两位大老板修建了陈词 画各种大型壁画和屏风 所以他也和米开朗基罗一样 劳累而死 这么看下来 画家过老死是一种悠久的历史传统了 他的很多绘画 学着战争对陈词的破坏也一起消失了 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他的一些小型绘画 比如绘图屏风 又比如这个藏狮子 现在藏于日本皇室 永德之后 下一位引领日本画坛的是永德的孙子 寿野探雍 你看艺术的才华都是隔代遗传 寿野探雍不太喜欢他爷爷那种军碧辉煌的画法 因为此时已经是德川幕府时代了 和从底层爬上来的知田信长风尘秀奇不一样 德川家是四家大族 真正的日本贵族 日本贵族在美国黑船敲开国门之前 一直都是精神中国人 不读点孔子 写点汉字书法 画点中国画 都不配当日本贵族 所以他画的屏风画 复兴了寿野原性的口味 同时结合了当时中国文人写一画的趋势 笔法更加轻松简略 留白更多 显然画这样的话比较轻松 没那么累 所以他不会像他爷爷一样劳累而死 而且他36学就出家了 轻轻寡欲 浅心修佛 画禅画 因此一生作画到72岁高龄 才倒在了笔墨紫燕子旁 以上三位便是寿野派的三大画家 这三位各有自己的风格 皆是开创性人物 那么说回这个寿野派 在他统治日本画坛的200多年间 他们并不被认为是最懂中国味道的画家 有一位叫做雪州的画家 才被认为是最深得中国绘画精髓的 他是日本诸多一流画家中唯一真正到过中国的人 是日本公认的画神 日本水墨画的历史是伴随着坛中文化引进的 13到14世纪的时候 用水墨的方式绘制的绘画卷本插图就已经出现了 但论作品影响力 当然要手推南送末年的穆熙 穆熙的水墨画 皆随笔点墨而成 一时简单 不费装饰 他本人在当时的中国不太受重视 这种精神要到明清时期的写意文人画里才重获新生 他的绘画传到日本后虽然引起很大的影响 和日本当时的文化意境很吻合 但也是到了寿野探忧的时代 也就是对应到中国明清时代成为主流 那么我们来看看雪州的绘画吧 我不说是日本人 真的很难看出是日本绘画了 已经深得宋代绘画的套路精髓 不过著名的国画鉴定专家王继谦并不喜欢雪州 他觉得雪州的笔法软绵 没有学到下规的精髓 总而言之 在当时的日本上流社会里 几乎可以这么说 谁更接近中国 谁就更有艺术的话语权 日本的本土艺术 还是得靠和汉文化有一定距离的日本市民们来完成觉醒 江户时代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晚期 他和我国清代相吻合 由于经济增长 城市里首先产生了一种听人文化 也就是市民文化 每个人都有摄取图像信息的需要 尽管当时东京市民的实质率已经算高的了 可是图片永远更受欢迎 传播图片 我们就需要把它大量的印刷出书 这就是版画 而这个阶段兴起的日本版画就叫服饰会 比起什么高山流水 老百姓们更喜欢美女 所以服饰会最开始主要就是画美女 林川师宣和鸟居亲信这些占据着先手全便利的 早期服饰会大师我就不谈了 我介绍一些真正在画风上对该时期美女图产生重大影响的画家 第一个当然是喜多川歌摩 他与隔世北斋安城广众 被日本学者们尊称为服饰会三大师 这是她的代表作品《江户宽镇年间三美人》 中间是副本封厨 右为阿北 左为阿九 封厨是花街吉原异议 阿北与阿九是前朝观音堂随身门下的茶室姑娘 喜多川歌摩是首位大首会的创始人 大首会就是画带有脸部特写的半身胸像 其画风不仅在日本影响极大 而且还声波海外 19世纪中期喜多川歌摩的一些画作被引入欧洲 在法国尤其受到推崇 1790年 深受孔孟文化影响的日本上层统治阶级 实在看不下去了 下令取消友商社会风化的出版物 对服饰会版画实行各种径律 擅长画春宫的歌摩就只受到打击 相比于许多川歌摩 鸟居清长就收敛多了 我们来看看他画的美人图 这就是比较正经的 雅熟共赏 线条优美 配色和谐 制作十分精良 它的影响力也很大 很多人都模仿 它是懂政治的 但是这挽救不了 政策影响下美人画的衰落 不久后 服饰会就转移了主阵地 风景画开始崛起了 代表人物就是 格式北斋和安藤广众 格式北斋 这幅巨浪已经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成为了日本的象征 这幅画呢 是富月三十六景系列 作品中的一张 这套图是它的风景代表作 我就不介绍了 我在这里放一点 它的冷门作品 供大家欣赏 这是它画的水墨画蝴蝶 这是另外一款巨浪 再来一款漩涡版的巨浪 这是它的表情包 这是我个人相对喜欢的一张花鸟 它让我想起了丢了的大草坪 整体的配色和造型 有一曲同工之感 接下来我们看看安藤广众 又名戈川广众 其年轻时的作品 就尝试了19世纪初期 所流行的各种不同形式的版画 后来从格式北斋的 富士山风光上受到启发 它就把画风转向了风景了 我们来看这张图 樊高也零摸过的 那么这一张画的是一个雨景 这种线条的画法 现在很多漫画都在用 多了A1前些年 也扩使了这张版画 再看看它其他的风景画 它旅游日本各地 画了大量的风景绘画 对日本风景画影响巨大 到了20世纪初 随着印象派的影响越来越大 去欧洲留学的日本人越来越多 印象派开始反过来 影响日本的富士会了 于是出现了一堆 想要把印象派的光色理论 引入到富士会的画家 这个新运动被称之为 新版画运动 代表人物就是吉田博和川赖巴水 他们把富士会风景画 推向了新的巅峰 也是最后的辉煌 吉田博是日本著名的版画家 作为日本新版画运动的领军人物 对日本来自世界的版画 做出了杰出贡献 他的版画质量要求非常严格 没有达标的版画成品全部销毁 而纯式的版画 基本上都是精品 他也曾经叫访莫奈 对同一场景进行不同光线的配色实验 从吉田博开始 全家三代都投入到了版画制作中 吉田家族在日本版画界 拥有非常高的声誉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看川赖巴水 这位画家画水色和夜色非常的厉害 我们来进去看一会儿 川赖巴水的风景安静得如同书情曲 让人的心情非常安宁 在吉田博和川赖巴水之后 福士会就渐渐退出了日本画坛 和中国一样被西方列强摁在地上摩擦以后 被迫打开了国门 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启了东西融合的绘画探索 素描成为了基础学科 开始拼命追赶西方绘画史的脚步 出现了类似于中国徐悲鸿一样的中西结合的画家 比如横山大观和祖九梦二 他们分别在日本水墨画和福士会人物画上做出了探索 你可以在祖九梦二的造型上看到徐勒克里姆特和蒙克的影子 都有一些病态的憔悴 颜色上有时能看到歇许赛上和马蒂斯的状态 直接而强烈 也有一些呈现着早期福士会的配色感 淡雅古朴 我个人觉得在风景上继承了福士会新版画运动 川赖巴水等人核心美学的 并衍生出自己风格的日本当代画家是东三奎林 我们来看看他的作品吧 不论如何 新时代的日本画家和中国画家一样 都被吸进了西方绘画的艺术世界中 横山大观这幅迷路的孩子 应该是许多东亚艺术家的精神现状了 徐勒说 艺术史从此进入了当代史 再无国别史 这是非常犀利的中间 总结一下 日本绘画的主要画种是水墨和板画 水墨画历史悠久 深受中国文化影响 从雪州到横山大观一直都有人探索 板画只要到江户时代才崛起成为主流 成为日本的特色画种 从许多川歌魔到独久梦二是人物版画的传承 从格式北斋到东三奎林则是风景画的脉络 那么当代日本的有名画家有哪些呢 太多了 而且我们这代人凭学他们的难度太大 如果一定要讲 我个人可能倾向于讲动漫大师和游戏制作人 因为回顾过去整个艺术史 我们会发现绘画其实也是商业产品的一种 艺术品的发展脉络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购买者 从上层逐渐转移到下层的过程 购买者越来越多了 价格越来越朴实了 艺术从贵族的私人化变成平民的大众化 一两百年之后的人们看今天这个时代 他们应该会知道这个时代真正的主流艺术是动画 漫画电影和游戏 也就是ACD领域 这些艺术领域是年轻艺术家涌入最多的领域 也是消费者最多 资金投入最多 影响范围最广的领域 当代著名的画家应该是漫画家 动画师 摄影师 以及游戏原画师 介绍他们得另外开专题讲 OK 以上就是我关于日本著名画家这个话题的介绍了 这些都是一些个人偏见 以偏概全的地方特别多 讲的也不深 主要是做个科普 给完全不知道的小白们 当一个极简的日本美术史参考 以下是我主要参考的书目 我把其中最推荐的几本介绍出来了 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想要深入了解的话 可以看看这些书 他们都是非常不错的著作 那么我是维维老师 喜欢探索和分享绘画的问题 如果你觉得有帮助 记得一键三连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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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